封单隐藏成就 孤独派报告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隐藏成就 只需要我们原PC对话 就能获得这个隐藏成就 不仅如此哦 观众朋友们 最后还可以获得五个原始奖励 那么话不多说 原神启动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首先要完成世界任务 封单科学祭祀院 才能领取这个隐藏成就 如果大家跟着我 没有领取到这个隐藏成就 那一定是没有做完这个世界任务 封单科学祭祀院 大家完成这个任务之后 就能领取的 我们等到现实时间第二天 然后打开地图 找到封单亭左下角的传统锚点 下来之后 我们往小地图右下角 东南方向前进 翻过椅子之后 一直向前飞行 然后翻过这个小房子 我们再将视角往下看 就能看到这里有一个咖啡店 我们直接降落 然后将视角往右转 小地图南方向看 可以看到一名叫克罗尼艾的NPC 我们与他对话就可以了 对话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获得孤独派报告 这个隐藏成就了 大家记得在成就里面 领取这五颗原石 这白颂的原石 大家还不上号吗